看看今天的雪景 現在是19號星期一 二月份 大年初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中四 初三 初三 十六是 三十 現在還有什麼 就是說我們比人家原地踏鋪和落後倒退了 六十七年 你就恢復 到六十七年以前的狀態都需要不知道多少年 你都恢復到梁思成說的以前的那個北京市 就很了不起了 還一帶一路 你都已經落後六十七年了 你還什麼一帶一路啊 你到莫尼黑地鐵去看看那個 地鐵之寬 多少導彈都打不到的 之深第四層了 所以為人民的福利好 到最後也是什麼導彈也都不怕 啊 然後 從這個博覽會上 我這個首飾博覽會上 我悟到的一點就是 只要追求美 追求利用純天然 又不害人的一些生活方式 美化自己的方式 都是 無可非議的 儘管 有的人追求虛榮 或者是 附加的 產業也出來了 附面的方向也有 總是有相生相克嘛 總有正的不就有邪的 有往正的方向發展的 就是有往邪的方向發展的 所以 都不為顧了 太求全局 責備也是不太可能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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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的 嗯 也就是說 嗯 總比 每天 每天研究 石頭怎麼 拋光 怎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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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打磨 然後在附加的產業 怎麼生產 快速的 萬能膠 啊 怎麼 指紋 金剛座 去研究那個金屬 怎麼 硬的超過金剛 金剛石 這些附加產品 附加產業 鏈接行業 倒是 符合 真善人特性 那符合真善人特性 他就是好人嘛 就是好的行業 就能理想 但是你說這個 呃 手指 呃 其實很多人 就是一年也就用那麼一次 派對啊 或者是 玩玩節啊 什麼叫 呃 玩禮服 配玩禮服的時候 呃 見自己最尊貴的人的時候 啊 求婚的時候 需要這些手指 其他時間很少用 那麼就 呃 大眾化一點 不是針對有錢人的 舊人工 那就 可以 那就可以 用玻璃的木頭的石頭的代替 嗯 嗯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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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管了 自媒體 既來之 則安之 時間在自己手裡 自媒體就是這點好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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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任何人 第三小時啦 遵守時間啊 扣工資啊 這樣呢 你就什麼時候 等車 走錯了路 去找回原路 這些時間我都可以充分利用 一點兒都沒浪費 全都用下了 還 還 還不慌不忙 呃 說的話還 還都是 呃 發自肺腑的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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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